那小子有什么好 直到大小姐每次天没亮就来等他 大小姐只是太无聊了 大小姐只是太孤单了 大小姐只是恋爱了 闭嘴快点 别动 抓住了 是萤火虫 他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排名赛第一场一号对九十七号 比赛开始 从小到大 我还从未输过一场比赛 你也是本届大赛我最期待的对手 所以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你也是我最期待的对手 戏灭攻环 手不温刺 强击攻环 帝帝竟然一口气释放了三个技能 面对一号这样的天才 浩特之上全力以赴 挑战最强 实为成见骑士 他却重担剑了 把他力量高 身冬击西 剑离达利 好取笑的攻击方式 我的攻击 竟然像打资了棉花场 一号打得太小心了吧 你介意不再隐藏惩戒骑士的身份 何不拿出点像样的进攻 很好 终于不藏了 喂 骑士给没记载过这个技能吧 是秘技吗 这不太像一般骑士的秘技 充满着恐怖的杀气和威慑力 把血痕 竟然是斗杀悬缘剑 斗杀悬缘剑 是星宇殿主自冲的成绩必杀机 它是星宇殿主的弟子 不错 只是它的斗杀悬缘剑还不到家 而且因为灵力不够 连这一招十分之一的威力都没发挥出来 如果是星宇用 恐怕这个骑士试炼场都保不住 利用爆发的灵力制造剑人旋风 封锁对手行动 再利用旋风 隐匿身形 进而发动猛力的进攻 斗杀悬缘剑 可谓是天才般的技能 可你 似乎根本没有领悟到这招的真谛 龙昊臣 你太让我失望了 登龙兵 根本不配 星宇大人的传承 这招这么容易就被破了 他手上的传承之剑 竟然也有神印之力 想必你已经感应到了 不错 我同样也有神印骑士的传承 爹 星宇大人的儿子 是叫龙昊臣 见过他了 跟星宇大人不太一样 看起来过于温柔 而且才四季 听起来你有些失望 为了成为最强的惩戒骑士 你父亲一直是我追逐的目标 因此我早想跟你交手 不过现在看来 你惩戒骑士的战复 若抱 看起来 这才是他第一次中东攻击 神隐格挡 如果你的目标 也是神隐王座 光斩剑 那你的表现 简直是在侮辱神隐骑士的传承 太快了 弟弟 好臣所有招数都已用尽 却还是没有一丝胜算 喂 星语大人还交给你什么 尽管使出来 去世 趁被孤注一致 也好 让我看看会有什么惊喜 一号这家伙在卖弄什么呀 以为自己很帅吗 我截轻负四戒有什么了不起的 灵力的差距 阶级的差距 就是这么残酷 现在号尘全力以赴的最后一功 也算不留遗憾 要日斩 如果只是这一招 会免有点让人失望 要日斩 果然 你怎么是有后手 好险 浩辰 谁 九十七号骑士 你是否要认输 剑都断了 这九十七号得认输了吧 刚才要不是一号骑士留守 他现在 恐怕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爷爷 你选的人 终究还是败了 裁判 我 还可以继续 我承认 你挺有天赋的 但到此为止吧 你已是强弩之末 再比下去 对你有害无力 认输吧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继续了 一号骑士 我知道 你很强 也知道你从一开始 就没有尽全力 但 我会用我手中的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你 在 敬诺 会 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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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最后一点灵力也要逼出来吗 龙浩尘 你真的不怕死吗 都杀 全员剑 我只想看见了星雨念珠 这才是这种真正的样子呢 与星雨大人几乎一模一样 妖日散 牺牲带来的增幅竟然这么强 还不够 还不够 还没到极限 你 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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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